世界末日前,我婆婆拍某一视频,把我家囤的物资360度无死角展示给网友,还带上定位。 后来末日来临,我家被饥饿到穷凶极恶的难民拆吃干净。 我和女儿都惨死于难民刀下。 重来一世,在末日来临前,我贴心把婆婆送回老家安置,还给她囤粮顿物资。 既然你那么爱分享,那就一个人去死吧。 一,从噩梦中惊醒,大热天开着空调,我都出了一身冷汗。 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世界末日,全球极寒,薛衣少时。 我是开超市的,因为提前得了些风声,所以在极寒天气前就将信将疑囤了物资,没想到在末日针派上用场。 可梦里,因为我婆婆什么都爱往外炫耀,屁大脸是都发猛音的习惯,因此我家的物资也被百人盯上。 婆婆的一条短视频为我家带来杀身之祸。 梦里血淋淋炖刀割肉的痛感和眼睁睁看着幼女被杀害的撕心裂肺痛意是如此真实。 真实的让我恍惚,这不是一场梦。 噩梦惊醒,便再也睡不着了。 我看着一旁睡得乡沉的小女儿,轻轻为她噎好背脚,离开卧室。 路过婆婆卧室,她门戏着缝,手机屏幕的强光透出缝来。 大半夜了,她还滋滋不倦地刷着抖音。 她总是这样,前一天给她儿子打电话,还在诉苦自己最近头晕眼痛。 昨天老公陈折让我带她去看医生拿药,今天稍微好点,她又开始做了。 我去客厅接水,拿着手机刷知乎。 刷到某条问答时,我手一顿。 这是一个关于如何看待今年异常天气的问题。 这个打主说,今年夏季提前到来,极热之后便是极寒,要大家多吞物资,度过领寒。 评论区溢水的人嘲讽他。 我点进打主主页,发现是一片空白。 而IP的显示,未知。 这时候,房间骤然响起巨大的音乐声。 我生气地走向婆婆卧室,只见她从床上坐起来,手忙脚乱地关掉手机。 妈,不是和你说了很多遍,晚上动静小点,小男要睡觉。 婆婆晒晒地摸着鼻子,我刚刚是不小心睡着,手机掉下床,耳机被扯掉了。 她总是这样,平日李老师做些让人血压升高的事来,看上去却都是无心之事。 奈何人家做错了事,态度又很好,让你反而不好指责。 可是背地里,又像自己儿子哭诉在这个家,谨小慎微多不容易。 憋屈的火不好发作,气得我头晕。 总感觉,这个场景我也曾经历过。 二,第二天,超市的采购给我申请,说要再订一大批货。 单子拿给我,我看到上面几乎都是粮油米面食物,以及棉被棉符。 这和梦里的场景重合。 我激动地抓着员工,问是不是来个大客户? 员工说是。 而且这个客户提出条件,说家里的房子在装修, 所以他订的这批东西要进我们仓库,再放半个月。 是了,就是他。 梦里,也是这个客户来我们超市大采购。 哎,是的,大型商超龙工就这么几家, 我觉得奇怪,于是在圈里旁敲侧机打探一番。 发现这人除了向我们超市,还向其他超市也下了订单。 这么大批量同货很奇怪,但也不可能是在同行这儿进货开超市吧。 而更奇怪的是,我们找供应商拿货时, 很多供应商却表示现在都处于缺货状态。 据说很多工厂货还没出来,就被大客户们包园了。 我从这个事情里嗅到些不一般。 于是我除了凑齐那个客户的采购单, 也调动身边所有资源,又进了一大批货,填满仓库,甚至填满我家。 现在,我依旧这样做。 我给客户凑齐物资,又调动身边资源, 采购了比梦里还多的物资。 除此以外,我想起梦里那血淋淋的场景。 对,如果末日来临,除了物资, 更重要的是有保护物资的能力。 安排好超市里的是,我便找好装修公司, 带着师傅设计师往家里赶。 小男上幼儿园了,这个时间家里只有婆婆一人。 打开门,就见婆婆带着我的项链首饰, 还搭配着我的丝巾、帽子,在拍某音。 至于为什么没穿我衣服? 我想那是因为她过于臃肿肥胖的身材挤不进去。 她似乎想不到我会这个时间点回来, 看见玄关处的我,还有背后领着的陌生人。 她善善地打招呼,心虚躲进房里。 三,掠过婆婆的隔音上。 我向设计师提起我的装修要求,就两点。 全屋做性能最好的保温系统, 另外因为之前家里遭过贼, 所以安防这块我要弄得很踏实。 我财大气粗向设计师表示, 钱不是问题,主打什么都要最好的。 我让他先给我出设计图,满意的话, 家里做完,我把超市重新装修也交给他做。 设计师眼前一亮,于是效率很高, 两天就给出了设计图纸。 我把图纸给董行的朋友看过, 朋友说没问题,于是开始施工。 四,婆婆不懂我大热天干嘛要装修房子。 我只说今年夏天太热, 听人说怕冬天就会太冷。 另外,我怕婆婆真像梦里一样坑我。 于是我向她提议, 今年夏天太热了, 等小男放暑假, 还是让他带着回老家过。 农村的夏天, 树多林多, 怎么也比城市凉快。 刚好现在家里搞装修, 婆婆可以先回去。 婆婆起初不太乐意, 但我给她塞了三万块钱, 让她先回老家, 看看家里有什么需要添置的。 她就乐呵收拾行李去了, 老家哪有什么要添置的。 陈哲那个大小子, 觉得结婚后没把他爹妈接近城里享福, 生怕他爹妈住农村受苦。 于是结婚那年, 他就出钱重新加盖了老家房子, 全部重新装修, 拎香空调直营水系统, 一应俱全。 后来公共没想几年福, 就去了。 陈哲心疼他妈一个人在农村住着孤独, 于是做主把他妈接近城里来。 至于他? 哈哈, 反正就是婚后孝子, 孝顺婆母的任务交给我, 他说国外有孝母, 已经一年多没回家了。 陈哲是做工程的, 经常各地到处跑, 我们长期是异敌夫妻。 不过以前因为陈哲无论去哪里, 都念着我们姑女俩, 总是带礼物回来, 回来也第一时间陪小男, 所以对于我婆婆, 我也宽容几分。 但现在想着梦里的一些端倪, 送走婆婆, 我又联系了一个人, 让他去查陈哲。 五, 婆婆走后没几天, 陈哲就给我打电话, 是特意问他妈回家的事。 我还是又给婆婆那套说辞给她, 另外, 我给婆婆三万块钱, 又准备了一车吃喝物资拉回去的事, 也给他说了。 他语气从不满转为满意, 我就猜到, 婆婆应该把这些都给瞒了下来。 在他儿子那里, 他只挑着我让他回老家这条说。 在他回去之前, 我思考了很久, 最终还是给他装一匹卡吃喝, 找人拉回老家。 如果梦里他是无心之师, 那这一次, 我又给他留了一条生路。 老家房子很大, 甚至还有地下室, 冬暖夏凉。 老家的柴火, 也堆满了两大间房。 我相信只要他不炫耀, 安心在家狗着, 这些物资也足够让他度过寒冬。 因为在梦里, 我和小南是死于曙光之前。 那时, 国家的救援部队已经出动, 他们一路救助民众, 同时打击流窜劫掠的邪恶分子。 那时, 他把自己藏在储物室里。 我和小南的死为他争取了时间, 最后, 他等到了救援。 对了, 这次拉完那么多东西回去, 你妈妈低调点, 别什么都往往上发,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最后一条生路, 我给了。 好好, 我知道了, 你娘俩也照顾好自己, 我在忙, 先挂了。 电话没头, 沉着问完他妈的事, 就敷衍挂了电话。 而我, 手里拿着他和一个陌生女人出双路队的照片, 眼底一片冷漠。 这就是他所说的在国外盲项目。 实际上, 和另一个女人组成小家庭, 就在国内。 而女人已经突起的小腹, 彰显了他至少六个月的身孕。 好好, 好的很。 六, 婆婆回了老家, 果然还是没改他那性子。 某音上更新频繁。 很多老家的亲戚朋友评论, 问他是不是回来了。 他回说, 回来避暑, 欢迎来他家里玩, 他过几个月还要再回城里。 人家说一屋子吃喝准备得真好, 他回了自家校, 儿子孝顺。 总之我婆婆回老家, 滋润极了。 沉着倒是打。 电话催过我几次, 说妈把家里收拾好了, 让我早些带小男回去, 省得老人家孤独。 孤独吗? 倒不见得。 我把婆婆抖音视频转发给沉着。 她视频里, 要不就穿着一身新衣服, 跳舞自拍。 要不就是七大姑八大姨围一圈 坐在家里唠嗑, 旁边的历史空调竟然还给个特写。 要不就是把我运回去的那些东西 一一摆好, 挑着贵的东西拆开边吃边拍。 果然妈还是在老家好, 有伴儿, 你看她多开心。 那边沉着看了半天没回复我, 很久才回了一句, 妈一把年纪了, 一个人在家我也不放心, 反正你记得早些回去。 前面三十年, 一声不吭。 结了婚, 突然就成了大孝子。 无所谓, 反正也就几天了。 我嘴里答应, 好好好。 顺便问沉着, 项目什么时候玩? 什么时候回国? 她突然闷声, 迟疑的见戏, 电话那头传来女人低音的声音。 手指甲现金掌心, 刺得我身疼。 电话那头的异样, 我恍若未闻, 我又问了一遍她的归妻。 这次她声音放缓, 温柔的说, 快了, 快了。 我说好, 等她回来落实买车的事。 之前沉哲一直想换车, 但手里现金不够, 想让我掏钱。 她想起这茶, 赶紧说好, 马上回来。 好, 快回来吧。 死渣男, 这一事, 我也要你付出代价。 气, 距离极寒的时间越来越近。 我加了钱, 让装修师傅抓紧时间做。 加固加厚的钢板, 保温层, 我亲自盯着, 保证不会偷工减料。 另外, 超市仓库我也挑了几处结构牢固, 便于重装的, 让设计师给我出了图纸, 装修也很快安排上。 超市的装修, 我是计划给员工们做避风港, 希望大家都能平安度过这次灾难。 由于今年太热, 小男幼儿园都提前放暑假了。 此时, 我的房子已经装修好了, 我带小男住进了我们的安全屋。 我数着日子, 此时, 距离大降温仅有一天。 但我没想到, 就在这关键的节点, 我婆婆进城了。 同一天, 陈哲也回来了。 他身边还带着一个大肚子的孕妇。 爸, 婆婆是先到的。 他回来时, 破天荒的, 我竟看见他手上提了一大袋东西。 要知道, 进城这么多次, 他就从没提着东西来家里过。 就连第一次陈哲接他进城住, 他都两手空空, 连套换洗衣服都没带, 眼巴巴盼着我买。 所以今天这出, 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他把东西放到客厅, 又静止出去。 再进来, 还拖着行李箱和大号兵制袋, 后面跟着一男一女, 看上去有点面熟。 我还没想起这是哪家的亲戚, 后面的女人就热络的同我打起招呼。 哎哟, 陈哲媳妇, 好久不见, 你真是又变漂亮了。 听着浓重的方言口音, 再配上女人夸张馋媚的表情。 我突然想起, 这人我和陈哲结婚时见过。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新人挨捉敬酒时他说了一大堆注词, 然后嫌我给的红包不够, 他直接伸手在笔盘里薅了一大把。 当时我还问过陈哲这人是谁, 陈哲说好像是他妈那边的一位什么表姨, 总之是隔了些亲戚关系的, 还叫我不要计较。 所以今天上门, 又是个什么情况? 直到婆婆叫人落了座, 和颜月色和我解释着, 我才知道。 哦, 眼前这个女人是和婆婆隔了几房的堂子妹, 的确是叫表姨, 而男人则是表姨的丈夫。 至于这次他们来城里, 是来求医治病的。 问题呢也不大, 就是最近表姨丈老师胸痛咳嗽, 还头晕, 镇上医生开了要吃没用, 建议说去大典的医院看看。 哎呀, 陈哲媳妇, 你可不知道, 多亏你妈呀, 是个热心肠, 听说我家老头最好来大医院看, 二话不说就带我们来了。 你们一家人都是好人呢? 大姐呀, 你简直就是菩萨心肠啊。 你这恩情我和我家的能计一辈子。 陈哲表姨在那喋喋不休, 夸人的话更不要前世的往外冒。 我婆婆已经听得飘飘然了, 直到瞥见我迷茫的脸色, 她才想起还没和我说这事, 还是有点心虚的。 她摸摸鼻子, 朝我解释, 你表姨丈跟我之前症状很像, 也是一直咳嗽。 我这不是想, 以前你带我去看的那医生很好吗? 就寻思让他们也看那医生。 到时候你就提前联系一下, 转头, 她就给表姨说, 我给你们说, 那个康医生可很难约的, 就算是在城里, 也都只有当官的有钱的才排了上号。 要不是我们家有关系, 你们连人家门往哪个方向开都不知道。 我简直要被婆婆的不要脸, 和虚荣心气死了。 是, 她明知道康医生很难约, 甚至当初为了排上那位医生的号, 我托人找关系花钱, 其中有多难, 陈哲都给她说过。 可现在, 这不仅变成她炫耀的一项谈资, 还大言不惭, 嘴巴一张一合, 就在外头给我拉来新业务。 好好好, 就, 妈, 你怎么知道, 最近我给你约了康医生的复查。 婆婆满脸问号, 我继续道, 你那废的问题啊, 虽然当时康医生治好了, 不过医生也有叮嘱我定时带你去复查, 突然复发了。 可会更严重, 吃药都不行的。 妈你也知道, 康医生的号的确是很难很难约啊, 而且要提前好几个月约上呢。 不过现在表一张这事, 肯定更紧迫。 妈, 像你这么热心肠呀, 肯定会把号让给表一张吧。 我把问题抛回给婆婆, 婆婆面露蓝色, 她怎么也没想到, 还有这出, 她向来可是心命的狠的人。 不过这会儿, 当着表姨表姨丈的面, 迎着人家阴盼七许的目光, 她还是艰难地点下头。 表姨表姨丈, 看她表了态, 知道看病的事就算稳了, 当下就高兴的手舞足蹈。 这时, 陈哲表姨也终于想起了提来的东西。 她把婆婆最开始进门体的袋子打开, 献保式的拿到我跟前。 陈哲媳妇, 我们老家来也没啥给你带的, 给你拿点自己家中的红薯, 你别嫌弃。 我客气的接下, 事情说完了, 看着他们提来的大包小包, 似乎也打算在我家住下了。 我婆婆大概还想着她复查的事, 这是心不在焉。 陈哲表姨也扭捏地站在原地, 就等着主人家的安排。 身为主人家的我, 当然就大方安排表姨他们在客房住下了。 婆婆的脸色又冷下两分, 我让表姨下楼转转, 等晚饭带他们出去吃。 表姨喜笑颜开得下去了, 房间里就剩我和婆婆, 这时她才问我, 还能不能再约一个康医生的号, 或者给表姨他们说挂的号不能换人, 我做出为难的样子。 我婆婆多精灵啊, 在外秀表现的事情她都做了, 现在想让我来当这个恶人。 就在她对自己挂号的担忧里, 她儿子回来了。 十, 陈哲一早就跟我说过, 下午到家, 但我给陈哲说下午送男男上舞蹈课, 不在家。 于是, 大门被打开时, 我和婆婆一同看到一个女人挽着陈哲的手, 轻轻我我进了家门。 看到客厅有人, 陈哲显然很意外, 她快速推开身旁的女人。 大大又意识到推脱的举动过于明显, 她的手悬在半空, 又启启扶住那女人。 老婆, 你别误会, 这是张勇的未婚妻, 这不肚子大了吗? 她看我要回国, 就让我把她未婚妻也顺带回国内生娃。 配合陈哲解释的, 是对面那女人一声乖巧的嫂子好。 陈哲出轨的事情瞒得很紧, 连我婆婆都不知道。 所以这一幕看在我婆婆眼里, 就是一个搭着肚子的孕妇, 还心怀不轨, 企图勾引她好伴。 婆婆没给女人一点好脸色, 她板着脸, 说人既然回国了, 那就该该回个家了, 这搭着肚子跟着她儿子回家, 就算身正不怕影子歪, 但也怕邻居们的闲言碎语啊。 女人一句话没说, 只柔柔弱弱站在陈哲后面。 陈哲挡在她妈面前, 不耐烦摆摆手。 好了, 我几千里飞回来, 回家一口水都还没喝上, 歇会儿再说。 她又转头问我, 对了老婆, 你不是说南南在上课吗? 什么时候去接? 哦, 对, 我这才想起来, 拿起车钥匙出门接女儿去了。 十一, 过了一会儿, 透过家里的监控, 我看到婆婆还在逼逼赖赖。 这时陈哲确定我已经走了, 她才气冲冲朝他妈撒谎。 够了, 收起你那些粗俗的话, 别再对着刘柔阴阳怪气。 张徐荣瞪着她儿子, 觉得不可思议。 她一向孝顺的儿子, 怎么会为了一个外来的大度婆这样说她? 眼见着张徐荣就要哭天枪地, 痛斥儿子不笑了, 陈哲小心地护着三姐。 要是你不想要揉揉肚子里你的好孙子, 你就尽管哭吧。 什么? 张徐荣还没反应过来, 脸愣是变了几遍。 陈哲把三姐扶到沙发上坐稳, 又去扶他妈。 我说, 刘柔不是什么张勇的未婚妻, 其实是你还没出生的大孙子的妈妈。 妈, 你马上就要抱孙子了。 张徐荣被这托如其来的喜讯砸猛了。 毕竟自从我生了小男后, 她就一直希望我再生个男孩。 可惜我没二胎的打算, 家里妈主要经济来源在我, 她催生也只敢按戳戳说两句, 不敢当我面来。 眼下突然冒出个宝贝孙子, 她激动得手都颤抖了。 好好, 咱们老陈家也总算是有后了, 以后我也有脸去见你爸了。 她眼里泛着泪花, 这下看刘柔的眼神都变得慈爱无比, 实诚实的是婆婆满意而媳妇的眼神。 监控里的三人, 看起来是无比和谐的一家人。 十二, 而我也到了我的新家, 有我和小男, 还有我爸妈的安全屋。 我爸妈接回了上午导课的女儿。 小男滔滔不绝讲着今天课上发生的去世, 都我爸妈哈哈大笑。 是的, 体会过大降温的恐怖, 这一事, 赶在降温之前, 我就叫来了临省的爸妈。 至于理由嘛, 当然是陈哲他妈回老家了, 我工作有时候忙, 暑假需要他们过来帮忙带孩子。 我爸妈二话不说, 收拾好东西赶过来。 当然, 把他们接到新家时, 他们都愣住了。 我妈问, 你什么时候换了房子? 我都不知道。 我只说原先那套住着老是睡不好, 刚好今年房价跌了, 所以重新买了一套改善居住环境。 事实也的确如此。 今年房? 嫁大跌, 我本来就计划重新买套房子的。 我肯定是不会再告诉陈哲了。 我给陈哲说超市有些事, 需要我现在赶去处理, 小男我也一并带去了, 至于晚上可能需要他带他妈还有表姨两口子吃饭了。 陈哲表现得很犹豫, 电话里再三问我, 晚上真的没时间一起吃饭吗? 监控里, 我却看到他的神情是肉眼可见的轻松。 我答是, 说晚上实在是没空了, 让他招待好表姨表姨父, 以及他那位朋友的未婚妻。 13, 明天就是大降恩了。 我盘点家里的防护系统和物资储备, 已经足够撑到救援队来了。 为了避免生变, 今晚开始, 我就叫爸妈也不要出门了。 我叫了某捞的火锅外卖, 开着空调大块朵仪。 陈哲那边的监控, 我也开着, 算是边吃火锅边看剧。 至于饭点了, 为什么家里还有好戏可看? 比较好笑的是, 陈哲表姨两口子出去溜达了回来之后, 张徐荣骤然从喜得心酸的喜悦中脱离出来。 因为他突然想起自己带进城的亲戚, 白白站去了他附诊看医生的名罗。 本来陈哲已经收拾好, 准备带大家出门吃晚饭。 可张徐荣突然沉下脸来, 说自己头晕胸闷, 不想出门。 陈哲一脸为难, 不过他表姨倒很有眼力见。 既然主人家不想出门, 他就颇为体贴, 说刚好他从老家带来的红薯都很新鲜, 晚上可以煮一锅红薯饭。 至于菜? 表姨说看冰箱里还有些菜, 既然陈哲他妈不舒服, 他就自告奋勇来准备晚餐。 尽管张徐荣情绪都摆在了脸上, 不过陈哲他表姨依然态度和善地 做完一大桌菜, 摆好碗筷叫大家吃饭。 我看了一眼餐桌, 哦吼, 看样子冰箱里的菜是用完了。 甚至家里小男剩下的两板乳饮料, 都被表姨拆开放餐桌上。 恭喜他们, 极含前食物储存, 0。 14。 大早上的晨间新闻还在播报, 今天的气温又颇新高, 提醒市民们高温天气尽量减少外出, 警防中暑和热射病。 我和小男一夜未归, 陈哲没打一个电话过来, 他还醉在温柔箱里面。 昨晚他和表姨丈喝了点酒, 在家里敬也毫不避讳, 直接和刘柔朽在了一块。 临近中午, 一大家人才起床, 外面风吹得呼呼作响, 雨滴开始啪哒拍打窗户。 此时, 所有人也只是把这当作酒汉夏日的一场寻常大雨。 陈哲终于给我打来电话, 他问我在哪里? 我说我在闺蜜家。 他只简单应了一声, 问我什么时候回来? 我答, 快了吧? 他说, 好, 对了, 回来在小区门口那家面点店带些包子, 一大家人都没吃早饭, 外面又下了那么大的雨, 外卖都不好点。 瞧吧, 这狗男还知道外面下着很大的雨, 可他催我回家, 不过是为了让我给他一家人带吃的回去。 我说好, 挂了电话, 我的小男正坐在窗前看雨, 又安静地看着我。 我问他, 如果没了爸爸, 他会伤心吗? 小男跑过来抱着我, 我要妈妈永远陪着我就好了。 那我就毫无顾忌了。 15, 半小时后, 气温骤降到15摄氏度。 反常的气温已经上了网络实施热搜, 大家都在讨论。 这时就雨稍歇, 趁着这会儿, 地面上的汽车都在加速使力。 陈哲又给我打电话, 雨气稍带了不耐烦, 他问我到哪里了? 我说路上, 刚刚雨太大, 我等了很久。 他说好, 略带埋怨的语气, 又说, 家里三个老人, 一个孕妇, 就等着我带吃的回来。 电话里的男人让我感到陌生。 曾经, 他并不是这样。 我们也曾有过夫妻恩爱, 也曾琴瑟和鸣。 我半夜口渴, 他会下床替我接一杯温度适当的热水, 不舍得我多走一步。 我手破一小块皮, 他会心疼半天, 恨不得事事替我做好。 但如今我都不敢再细想, 走到这步究竟是移情别恋, 还是从来都续情假意。 思绪回拢, 既然走到这一步, 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看着监控里还躺在沙发上打游戏的陈哲, 但凡他掌了手脚, 这回他爬也该爬到小区门口店里了。 可惜, 他把所有的期望都寄于一个注定不会再回那个家的我身上。 刘柔似乎也饿了, 他拿起餐桌上仅剩的一小瓶颅饮料, 几口喝完。 十六, 风渐渐停了, 但室外温度却感觉更低了。 往下望去, 小区的树叶上净结了冰霜。 我把全屋空调都打开, 温度调到最高。 主打一个, 在还能正常用电的时候多利用。 再过一天, 估计所有公共电力系统都会瘫痪, 到时候就得用上备用电源了。 陈哲他们可能终于意识到不对劲了, 屋里的人都迷茫而胶着。 陈哲穿上厚衣服, 一边往门外走, 一边给我打电话。 张徐荣却叫住他, 儿子, 这天气太反常了, 这么冷你往外走干嘛。 乔乔和小男都还没回来, 我下去接他们, 顺便买点吃的。 张徐荣一把拉住他, 哎呀, 外面那么冷, 方乔乔自己开车, 哪用得找你去接。 另一边, 刘柔也拉住他。 天气那么反常, 人家也怕。 我不管, 你要一直陪着人家和儿子。 远处, 是表姨望着这一家子嫌弃的表情。 我适时接起电话, 对面几人齐齐噤声。 陈哲问我, 你到哪里了? 我尽量让语气显得紧张, 还在路上, 这鬼天气, 路面都结冰了, 我只能慢慢开。 陈哲说好, 那你小心开车, 对了, 你到小区门口就别。 手机里传来突兀的挂断声。 监控里, 刘柔抢走他手机摁掉。 你干什么? 陈哲无奈地看着刘柔。 你还想说什么呀? 是不是心疼他, 不让他回来路上带包子了吧? 那你看这外面天寒地冻的, 能回来就是好的, 半路还停车买东西, 的确危险啊。 陈哲耐心地给刘柔解释, 企图他能明白。 更何况, 你饿了我现在直接楼下便利店买吃的, 这不是更快。 可刘柔不一了, 你还说不是心疼他? 楼下便利店能有什么吃的? 泡面? 还是加了防腐剂的面包? 你宁愿你儿子吃垃圾食品, 都不愿意他多走几步路是吧? 说着, 刘柔就开始阴阴起来。 陈哲赶紧搂着他哄, 好好好, 乖乖, 我不下去不下去, 咱们就等着包子吃, 你别哭了, 小心动胎气。 可惜包子他们是等不到了, 大冰锥子倒有很多。 十七, 屋外飘起了雪, 先是小雪, 后来渐渐变成鹅毛大雪。 陈哲一遍又一遍拨我电话, 可惜我已经开了飞行模式, 他打不通了, 屋子里的人脸色已经从最初的迷茫, 转变为慌张。 陈哲一家终于不再寄期望于我身上, 我看见陈哲穿上厚厚的羽绒服, 踩着雪地靴, 准备下楼去便利店买食物。 而在这之前, 张徐荣本是想让表姨丈下楼去的, 可此时的表姨, 看着眼前恶劣的外部环境, 已经没有昨晚贴心做饭的模样了。 大难之前, 还是保住自己的命最重要。 表姨说表姨丈本来就咳嗽, 怕外面天寒地冻的, 使唤他出去就回不来了, 一会儿又说自己也头晕脚痛。 眼下的情况, 张徐荣好来话说, 尽都没有办法。 最后两拨人拉扯了半天, 还是决定由陈哲这个年轻人下去买东西。 楼道灌进了风雪, 屋子的大门都被冻住, 他们在里面费了半天劲才打开。 等到门终于打开时, 风雪呼呼灌进来, 屋子里的几人全颤了牙, 退让出陈哲, 把门赶紧关上。 监控里的几人都老老实实坐在沙发上, 等着陈哲买食物回来。 期间, 张徐荣热地捂住咕噜叫的肚子, 表姨头去鼻的眼神。 屋外是风雪, 屋内是鸡肠碌碌的几人, 突然一股烤肉的烟香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原来是小男拿着一片鲜嫩翠绿的生菜叶 包裹了一块金黄酥脆的烤肉递到我嘴边。 我咬了一口, 烤肉外焦里嫩, 油香和肉香融合得恰到好处, 混入椒盐辣酱和蒜片提升了味蕾的愉悦感, 像幸福的烟火在口腔里绽放, 最后新鲜清香的生菜为这一口美味收尾。 小男骄傲地告诉我, 妈妈, 肉都是外婆烤的, 不过这些生菜都是宝宝给你包好的哟。 他一副乖巧得意的小脸色, 看得我心都化了。 我把小男端过来的一小碟生菜烤肉都吃完了, 夸他太棒了。 小男蹦着欢快的步伐又去厨房找我妈要。 屋外是冰雪世界, 屋内是暖气和烤肉。 手机里看着渣男一家在饿肚子, 心情畅快。 十八, 终于, 监控里又有了动静。 屋外传来棒棒声音的敲门声, 张徐龙赶紧去开门。 屋子里的人都站起来, 满是气带的盯着大门口。 最后, 表像妖儿一般, 率先失望地坐下。 因为陈哲他, 双手空空, 根本没带任何东西回来。 不仅如此, 先前暴雨, 又一场降温, 为了防止极端天气电梯故障出事故, 物业早早把楼里的几个电梯都停了。 所以, 陈哲上下楼, 都是走的楼梯。 我们住的是二十三楼。 看着陈哲那一身血水泥泞的狼狈, 我猜他爬楼梯可能跌了几个跟头。 陈哲说他找了小区几个便利店, 都已经关门了。 张徐龙捂着饥饿的肚子, 这时候终于提了一句我好, 要是方桥桥在就好了。 是啊, 这些年, 他娘俩都过挂了甩手掌柜的日子。 陈哲工作常在外面跑, 即使回来, 家里的事也不管。 而我, 除了我们的小家, 包括陈哲老家, 要什么添什么, 都一英准备好。 但凡他娘俩在小区买过一包盐, 一瓶水, 交过一次物业费, 停车费, 和小区便利店店主或者物业那边 多打过几个照面。 这些事情都不用下楼白跑一趟。 一个电话, 就能知道很多事情了。 甚至我的微信里, 还有三小时前, 楼下便利店大姐群发的消息。 因一场天气, 新兴便利店一小时后关门, 开门时间待定。 请要拿快递和买东西的邻里抓紧时间, 不要跑空哦。 十九, 张徐荣带来的那对夫妻并不是什么好人。 看到陈哲空手而归后, 表姨已经完全不装了。 他破口大骂, 说张徐荣这个骇人精把他带到城里来等死。 因为在乡下, 好歹叫里有菜, 苍里有粮。 这些年, 张徐荣因为我和陈哲的原因, 他走到村里哪里, 都是被人捧着的角色。 他乃听得惯这话。 更何况, 现在骂他的, 还是一天前对他卑躬屈膝, 缠媒到骨子里的乡下穷亲戚。 我, 我是骇人精。 是谁好心好意带你家这口子来城里治病的? 是谁把自己负诊的名额都让给你老头? 张翠芬, 你说话可得平良心啊。 啊呸, 这下表姨不装了, 农村老太战斗力拉满。 张徐荣你还装的屁呀你装。 村里谁不知道你儿子是嫁得好, 老婆有钱, 你们家鸡犬升天。 这下陈哲脸色都变了, 你也不看看你什么样子。 大家几十年亲戚, 你自己有几个本事自己心里没点数? 每次回村都趾高气扬的, 看不起这个, 看不上那个了。 你也不想想, 当年你们陈家穷的狗不理, 你去卖屁股都没人要。 眼见陈哲表姨越骂越脏, 我赶紧把监控按了静音。 乖乖, 家里还有我小男, 这些可听不得。 但打个晃眼的功夫, 我在看监控, 几人竟推扫在一起。 陈哲表姨表姨这样骂骂咧咧, 张徐荣也骂咧咧咧。 但张徐荣这些年养尊处又惯了, 只有张徐荣独自一对二, 并且节节败退。 啪, 不知哪里传来的声音, 与此同时, 监控那端也显示断望。 停电了, 外面的温度太低, 部分电力设施受到破坏。 好在我们房子做足了保温措施, 所以即便现在停电, 但室温还没怎么讲。 二时, 时间又过了两天, 看不到陈哲一家多惨了。 好无聊啊, 但我想, 他们应该很不好过, 毕竟没电没凉又寒冷, 因为, 家里的装修, 当时我说要做好保温系统, 但实际也只是把我的安全屋装修到位, 至于旧房子, 只做了点可有可无的修整, 目的是应付陈哲母子。 趁着通信系统还没完全瘫痪, 我给陈哲发去一个视频, 是一锅羊蝎子锅翻滚沸腾的视频。 满满一锅大肉, 锅里咕嘟嘟的肉汤和往外翻涌的热气, 无疑是这极寒天的最好抚慰。 视频一发过去, 陈哲马上打来语音。 老婆你在哪里? 之前你手机怎么打不通啊? 这火锅刚煮上吗? 你在哪里? 我去找你啊。 陈哲急不可耐一连串问我, 看来是饿惨了。 啊, 你说什么? 哎呀, 信号不好。 锈完羊蝎子锅, 我利落摁掉语音通话。 接着, 我无视掉陈哲发来的一遍又一遍通话请求, 大快朵一。 只是我没想到, 后面除了陈哲, 连张徐荣也一直不断做发消息。 比较好笑的是, 我这一顿饭的时间, 他从最初责问我在哪里, 说我自私自利不顾丈夫和婆婆的死活, 到后面给我服软, 甚至贴心问我有没有动荡。 呵呵, 我这婆婆的变脸真有趣, 我不介意更有趣。 在张徐荣久久家的消息公示下, 我只回了一句, 妈, 我为什么不回来, 你难道不清楚吗? 理由吗? 让他自己去想。 21, 我看着张徐荣那边反复显示的正在输入, 他姗姗简简向我道歉, 说他不该不经我同意, 擅自把乡下亲戚带家里来, 说他更不该自己做主, 让我拖人情, 给亲戚看病。 所以看吧, 自己越界的行为, 他都门清。 张徐荣一连串给我发了很多消息, 连带陈哲都在替他妈给我道歉, 说这些年实在辛苦我了, 但我始终没回复一次, 后来他们还是急了, 张徐荣给我打来电话, 方瞧瞧, 我好来话都说尽了, 你都不回一句, 是个什么态度? 就算你眼里没我这婆婆, 但陈哲呢? 陈哲好歹也是你老公吧? 你不心疼我, 总该心疼你老公吧? 你到底在哪里? 赶紧给我们带吃的回来, 要不你好歹也告诉一下位置, 让我们去找你啊。 很明显, 到这时候了, 张徐荣还没看清楚形势, 分不清大小王。 妈, 我没怪过你, 但你想想, 究竟是什么原因, 可以让一个女人宁愿带着孩子在外面, 大雪天都不愿意回那个家。 你, 你都知道了? 张徐荣嘴巴很松, 我随口一句, 他就替儿子心虚了。 瞧瞧, 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用解释了, 我果断打断他的话。 妈, 你告诉陈哲, 我只要一个交代, 一个满意的交代, 我可以借网不救, 把你和陈哲一起接过来。 毕竟, 我这边吃喝供养物资, 养我们一家四口足够的。 好好好, 那头张徐荣连连承诺, 他说一定让陈哲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 22, 尽管我做好心理准备, 但我还是被陈哲发来的照片吓到了。 陈哲会是这样的人。 毕竟, 在我爸妈眼里, 陈哲吃苦上尽, 努力孝顺, 又有责任心。 就连当初出国去发达国家发展, 也是为了多给小男挣点钱, 为了给小男更优渥的物质生活。 这也是我爸妈当初放心把我交到陈哲手里的原因。 可谁知道, 谁又知道呢? 原来不到绝境, 人性都可以伪装, 隐藏。 纵然我爸妈历经社会几十年, 看人也看走了眼。 我和爸妈心里一阵后怕。 我想, 如果没有那个噩梦, 即便没有这一场领动劫难, 最后我都会被陈哲算计干净。 净身出户可能都是最好结局。 有钱, 又耗了两日, 我和陈哲终于失去联系。 邮寄的那天, 陈哲拼着手机最后1%的电量给我打来电话。 电话那端, 他如丧家之犬般求我原谅, 求我救他。 可回复他的不是我, 而是他那端, 有人破门而入的声音。 在耗尽他手机电量之前, 我只轻轻吐露, 陈哲, 你还没发现吗? 我从始至终就没有想过就你。 他甚至来不及谩骂, 来不及悲鸣, 取而代之的有人拿着棍棒打砸的声音。 我只听见棍棒砸在肉体上的沉闷声, 沉着号叫的如同被逼近恶陆穷向打杀的流浪狗一般。 还有微弱的背景音, 是张徐荣恶得奄奄一息, 对着那群人屈膝求饶的声音。 24, 大雪覆盖了所有, 我数着日子过。 终于在大降温后的第53日, 国家救援队进入我们城市, 一一解救努力挣扎, 存活至今的人们, 都所剩无几了。 一场漫长的浩劫, 同类相残, 推翻了人类千百年来建立的秩序。 未来生存环境还未可知, 但国家应急建立的方舟系统算是一个小型米真生态系统, 可以让我们暂时恢复正常生活。 但在进入方舟前, 不知已在何时建立的人类审判系统要对进入的人一一进行审判。 与此同时, 方舟外的大屏幕上还循环播放着这场劫难持续的日子里, 人类的善与恶。 我是在这时, 再次看到陈哲母子的。 哦不, 应该是说看到的是他们的影像。 在大降温那日, 陈哲表姨就与他们撕破脸, 爆发了争吵。 在降温的第二日, 陈哲与刘柔、张徐荣一起商议, 设计把表姨两口子反锁在了黑暗狭小的储物间里, 并堵住所有缝隙。 表姨两口子是活活窒息而死的。 大降温的第四日, 他们三人也实在挨不住。 饿了。 打开储物间, 对着两具尸体, 动了念头。 也是在这时, 陈哲收到我发来的食物视频, 他把我视为最后的救命稻草。 可实际是, 在我要求他给我个交代时, 他起初的计划, 其实是纠占雀巢, 在杀掉我这根救命稻草的。 刘柔给他吹风, 说我过这么多天才联系他, 百明就是故意给他苦头吃。 刘柔的心思很好猜, 他是怕陈哲带上他妈头奔我, 只把他落在那里等死。 但刘柔吹风也很有效, 加上他肚子里艳明性别的孩子, 陈哲偏向于他。 我们先作戏骗过他, 让他原谅我。 哼, 等真的找上他, 我不会让他吼过。 他一个女人, 又带了一个孩子, 最后还不是任我处置。 到时候, 我在接你和儿子一块入住他那里, 我们一家四口, 好好活着。 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陈哲他妈, 比陈哲更急于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 是他故意支开陈哲, 再从背后给了刘柔重重一击。 张徐荣给陈哲解释, 既然你都打算处理了方桥桥, 为什么不把这女人一起处理了? 我们都不知道方桥桥那里有多少存粮, 够吃多久。 儿子, 听妈的, 孕妇的胃口很大的, 她帮不上忙, 又是一个累赘。 与其冒着风险骗方桥桥, 还不如真把这处理坐实了, 让方桥桥信我们。 儿子你还年轻, 孙子以后还会再有的, 现在主要是咱娘家得活着熬过去。 于是, 就有了陈哲发给我的那张血腥照片。 不得不说, 陈哲永远都是他妈的好大, 看着他妈杀死自己心爱的小三和未出世的儿子, 可他也不会想到, 最后他是死于他妈的英国里。 25 还记得我说过张旭荣很爱发猛音视频吗? 这一次, 虽然家里再无物资可拍, 但架不住以前他拍过很多视频, 他曾360度展示过我们家厨房和厨物室, 每次我把家里填得满满实实, 他都会拍视频发猛音, 显得他家有多有。 他还拍过我开的大超市, 他也曾炫耀他住的房子有多贵, 发视频带定位, 还付房价。 我能做什么呢? 既然他那么爱炫耀, 在大家都被风雪封锁在家的时间里, 当然是给他的视频买流量做推广哦。 于是, 在失去秩序的时间里, 有人为了食物, 也有人想趁乱掠夺别人的财富。 各怀鬼胎的人不约而同盯上这个坐标, 噩梦里的恐怖片段还是上演了。 不过与噩梦不同的是, 这次找来的人发现一无所获, 更愤怒, 更暴躁, 所有的暴力情绪完全发泄在陈哲母子身上。 张徐荣砸向刘柔的玻璃烟灰缸, 被那些人拿来, 砸向他。 从头到脚, 破碎的烟灰缸, 一寸寸砸上去, 血肉模糊。 而陈哲, 先是被人打折了手脚, 再剖开肚子, 有人把手伸进他肚子里取暖。 这画面过于血淋淋, 我不敢再看。 我只记得, 那些人折磨他们母子, 一边暴躁地骂倒。 就你他妈乱发视频, 害得老子冒着风雪来这一套, 结果毛都没有。 你他妈的, 老子跟你说, 老子们抢到哪里都没这么折磨过人, 但你们害我们白跑, 这气必须出。 这时的陈哲才对突来的恨祸恍然, 我还记得以前我给他说过无数次, 让他提醒他妈, 我说才不外露, 我说家里有小孩, 我说家里唯一的男人远在异国, 我说该谨言慎行, 我说不要把所有的生活都暴露于公共社交平台上。 每次他都打着哈哈, 说他妈农村老太太就这点爱好了, 我以为他确实孝顺, 可是到他临死前, 我看到他眼里动发的强烈恨意, 他在哀嚎受尽折磨, 即使在剧痛下, 他还是问候了他妈全家。 一, 他也不是很孝顺吗? 26, 我抱着小男和爸妈往方舟里走去, 一路上也有人同往, 大家都沉默不语, 但我知道能够在这场灾难中矮到现在的人都是不简单的, 净水留身, 或许进入方舟之后还有挑战等着我们, 全文完。